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童在节目中以演唱人身份出场 她下巴的纹身被消失 据知童童会演绎作品换乐 还会大爆平常酷爆的妈妈王妃秘密 童童被问到为什么 童童急笑说 我妈叫我来的 另外 童童在节目中说出一段说话后 王妃更大叫 胡说 让人非常好奇童童说了什么 另外 刚播出的《患乐之城》第三期 台湾歌手吴克群与内地演员王磊演唱 环节未能达成功 十 王妃就以体验官身份问吴克群 那你还要做吗 这样你做了也不会开心吧 最后吴克群选择退出 她的位置将由内地导演万山树代替 撰文 足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代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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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树代替